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0%以上的人 人群中至少有一次亲身经历或者目睹创伤事件 其中PTSD的患病率为7-12% 女性为10.4% 男性为5% 2018年2月14号 美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 17人死亡 多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 枪击案发生后不久 19岁的女生艾洛因无法忍受枪击案给她带来的巨大创伤冲击 一周后 自杀了 记者通过艾洛的母亲了解到 枪击案发生后 艾洛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急障碍 她对教室感到极度恐惧 反复回忆创伤的经历 因幸存而愧疚不安 无法上学 也拒绝寻求帮助 其实 很多经历过重大灾难的幸存者 遭受创伤的折磨 甚至被诊断为PTSD 那么究竟什么是PTSD呢 通常是个体经历 目睹 或者遭遇到一个或多个 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 或受到死亡的威胁 或严重的受伤 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 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 和持续存在的一类精神障碍 重大的创伤事件 是PTSD发生的基本条件 通常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抗拒性 哪些事件称作重大创伤事件呢 像战争 如伊拉克战争 重大自然灾害 如发生在中国的唐山大地震 汶川地震 以及1998年中国的重大洪水 重大犯罪事件和人为灾害 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 遭遇人身伤害 如被强暴 重大疾病问题 如2003年的非典 重大创伤的患者中有30%会出现PTSD症状 患了PTSD后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 PTSD常见的核心表现有三组症状群 包括创伤性再体验症状 回避和麻木症状 警觉性增高症状 创伤性再体验症状是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轻弱症状 患者的思维 记忆 或在梦中反复不自主的闯入 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情景或内容 也可能表现为超出正常的触景生情 或在接触创伤事件相关的情景线索时 诱发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 当患者再次亲临创伤事件的现场时 创伤的情景就如同放电影一样生动 清晰 持续时间可以从数秒到数天不等 这种症状也称为散回 我们看一段视频 战争结束后 战士们回国后在表演过程中 脑内突然散过当时战场的情况 这就是散回 也就是PTSD患者最常出现的症状 除此之外 患者还有可能频频出现 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噩梦 并在梦中产生于当时相同的情感体验 PTSD的第二个常见症状是回避和麻木症状 在创伤事件发生后 持续的回避 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 回避的对象包括具体的场景与情境 有关的想法 感受以及话题 回避分为有意识回避和无意识回避 患者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麻木 甚至对周围的人产生很强烈的非真实感 孤独 疏远 失去信任感和安全感 如枪击暗中的幸存者 在案件发生后恐惧去上学 觉得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严重者产生自杀的想法以及行为 PTSD 患者表现为警觉性增高的症状 这种症状在创伤后的第一个月最严重 患者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寻找环境中的危险因素 过度的惊跳反应 忌惹行为和愤怒爆发的情感 同时可能伴有睡眠障碍 患者表面上莫不关心 实者警觉性增强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影片中经历过战争中的士兵 在看到放烟火的场面 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扑倒 呈现了战争遗留后的警觉性增高的一个症状 与创伤世界有关的认知和心境 也会产生负性的一些改变 无法记住创伤的某些细节 如分离性遗忘症 曾经日本有一个电影 患者在目睹未婚夫将丈夫推入楼下坠楼死亡后 突发遗忘连夜走失 十余年后经过精神分析治疗恢复正常的记忆 有些患者还可能表现为对自己 他人或者世界的复兴的信息 比如 我很坏 世界是不安全的 持续出现害怕恐惧愤怒内疚 甚至羞愧和自责等复兴的情绪体验 儿童PTSD的应激源 常常和他们经历过的恐惧事件有关系 研究表明 目睹家庭暴力 以及受到躯体虐待 与儿童PTSD紧密相关 儿童的创伤性再体验症状 主要表现为梦眼 自患儿从梦中 惊醒突然海叫 或者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身上 不能动它 部分儿童出现回避症状和分离焦虑 哭闹 依赖性增强 不愿意离开父母 目前依据DSM5的诊断标准 关于PTSD 要求上述PTSD的症状至少持续一个月 引起患者具有临床意义的明显的痛苦 导致社交职业或其他功能的损害 并排除物质的生理效应 或者躯体损害 如果创伤试剑后 至少6个月才出现全部症状和反应 则称为延迟性发作 具体的诊断标准 在课后拓展训练中详述 同学们可以课后进一步的学习 如何对于PTSD症状进行量表评估呢 在临床上评估创伤后应激战略的量表很多 主要分为置评式量表 结构式的访谈和半结构式的访谈 目前临床上采用最多的是临床用的PTSD量表 简称CAPS CAPS属于半结构式的访谈表 包括30个项目 涉及17个核心症状和8个相关症状 分为反复体验 回避警觉增高三个分量表 大家可以参考课后的拓展知识学习 CAPS还有儿童和青少年版 我们称为CAPSCA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了 我们了解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是个体经历目睹或者遭遇重大创伤事件刺激以后 延迟出现和持续出现的一类精神障碍 成年人和儿童的表现略有不同 但是都以创伤性再体验症状 回避和麻木症状 警觉性增高症候群为主 目前在临床上评估 PTSD的经标准就是CAPS 半结构化的量表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 欢迎在讨论区提问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复 为同学们解答疑惑 在下节课中我们将一起学习适应障碍 感谢同学们的认真倾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